新年進步,萬事如意,身體健康,以及最重要的是投資要多賺點 主,其實今年我們稱為六合泰瑞,六合泰瑞其實比較不錯,運程沒有20年那麼差,一定好很多 六合有一種無形泰瑞比較眷顧你的能量,所以比較幸運,運氣比較好 知識就是力量,投資方面最主要就是盡責調查,你不懂的東西就查清楚究竟是什麼 你越清楚投資方面就越容易獲利,還有對於股票各方面是特別有利 牛就去今年我們叫犯泰瑞,犯泰瑞就是本命年,那我們犯泰瑞吧 犯泰瑞需要做什麼,我建議人要攝泰瑞,攝泰瑞就是去各大廟宇 所以你覺得他基本上可以做的,牛最主要就是要拖慢的節奏 就是不要這麼心急去做一些很急的決定,即是可能我們投資上面 有一個Term,就叫FOMO,有沒有聽過? 就是Fear of missing out,即是很怕失去一些機會,或者很怕錯過一些機會 我們叫做上不了車,所以很多時候送牛,今年投資方面就要注意一下 不要被這種心態影響到,很多時候就是要有些耐性 即是去等待,即是可能是一隻股票,或者一些叫樓價,或者你想投資的產品 跌回的時候,合理的時候,我們才要入場 Fear of missing out,即是蠻適合去投資一些外地的東西 即是外地的東西,譬如可能是美股,或者是歐洲股票,全部都是比較適合 即是可能是玩一些外幣也可以 那我就覺得可以問一下一些叫前輩,高手,向他們學習 是會對你的投資方面是會有利的 因為屬虎其實今年是不差的,我會覺得是其中一個三甲的生肖來 所以我會覺得屬虎,今年最好是問一些叫前輩,或者做多些調查 那屬虎,我會建議你不要說這麼大手筆地去出擊 即是分住這樣去投入會比較好些 即是分住買入,即是可能是股票,或者叫月供 這樣會比較容易一些,或者平均成本法 是比較適合這個屬虎的人